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的惊悚恐怖电影《潜伏》 影片的刚开始男主的老爸在床上躺着睡觉 家里一共有五口人 他们家正好搬到了这个大房子 所以一家人都感觉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毕竟换了一个新环境需要慢慢适应 男主刚刚起床就和妈妈一块翻看相册 还没有翻几样 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哭得很厉害 所以就只能去哄女儿 之后就开始一天的忙碌 女主需要给孩子们做早餐 就当她坐下准备弹一会儿钢琴的时候 女儿又哭了 她总感觉有什么东西 于是去别的房间寻找 她看到有一个火炉突然着了 但是女主也没有在意 等到晚上的时候父亲工作回来了 然后几个人一起吃了晚餐 因为孩子有点多而且都比较小 所以夫妻俩人忙着照顾孩子 男主明显和弟弟的关系 不太好 他一个人在楼梯上玩耍 而且摆弄着手中的小手枪 看起来玩得也很开心 但是他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了 突然他身后的一间门打开了 不知道为什么门里面好像有无穷的魔力 吸引着他进去看看 所以男主就拿着灯进去了 这个时候的小孩子胆子还真的挺大 男主正准备将阁楼上的灯打开时 没想到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掉下来 男主总感觉好像周围有什么东西 他的一声尖叫引来了父母的关注 父母检查之后发现儿子只是轻微的擦伤 所以并没有注意其他的情况 然后把儿子抱上了床让他休息 夫妻俩人也去睡觉了 等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女主发现儿子怎么也叫不起 他们赶快把儿子送到了医院 医生说了一番话让他们大吃一惊 儿子现在生命体征一切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处于昏迷状态 一直过了三个月儿子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这一下子让女主整个人都变得忧郁了 有一天他打算弹琴舒缓一下心情 没想到钢琴上的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 里面有一个男人说 你是不是无能为力 声音刚刚响完 小女儿就大声的哭了起来 女主赶紧就上去查看 却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 晚上女主对父亲说了白天的事情 突然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小女儿又开始哭了 夫妻两个人去查看 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就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女主去照顾男主 没想到男主的被子上出现了血手液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女主又发出了尖叫 父亲过来一看原来有一个人影 而且这个人影直接扑向了女主 两个人实在受不了了 就直接从这个房子里搬了出去 可是没想到他们搬到哪里 恶灵就缠到哪里 女主的婆婆来开始照顾夫妻俩 而女主又看到了更怪异的事 房间里不停的有小孩跑来跑去 然后他们跑进了衣柜 瞬间又不见了 女主很是担心 所以就请来了牧师 希望来给他们的房子驱魔 正当驱魔人准备施法的时候 恶灵就直接出现在了父亲的身后 然后一转眼就不见了 他们三个人直接追踪到了房子里 看见房间里已经被弄得混乱不堪 到了晚上 驱魔人直接带着同伴一起来驱魔 同伴在楼道里直接看到了两个女鬼 赶紧叫驱魔人小丽 小丽直接在房间里看到了那个恶灵 而且让戴着眼镜的同事 画下了恶灵的样子 驱魔人直接对父亲说 父亲的身体现在留存在了这里 可是他的灵魂已经去了另外一个空间 妻子由于不相信 就直接把驱魔人给赶走了 等到在丈夫房间里看到恶灵的照片后 才决定帮丈夫去赶走恶灵 然后小丽又开始准备通灵的仪式 并且让戴眼镜的同事记录下一切 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可到了后面就变成了直接和恶魔的对话 所以通灵的仪式直接就失败了 转过头一看男主直接站在了那里 而且男主有着无一匹敌的距离 一下子就把所有参与驱魔的人给打伤了 幸亏小丽有两把刷子 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男主给压制了 戴眼镜的驱魔人在查看录像的时候发现 原来男主的一举一动都是恶灵控制的 而后驱魔人中的一个人说出了事实 原来男主的灵魂出窍并不是偶然 而是因为老爸是这样的 这也有遗传的因素 但是很明显父亲一点都不记得 原来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患上了一种怪病 他已经被一种恶灵缠上了 父亲小时候的照片上都有恶灵的出现 而且每次出现都离父亲的身体很近 所以为了保护父亲的安全 就让驱魔人把父亲的记忆封存了 想要把男主的灵魂救出来 只能让父亲灵魂出窍 然后把男主从梦里救出来 只有这么一个方法 小丽准备了灵魂出窍的仪式 父亲然后进入了梦里 他看到了那座房子里以前 那家人的死亡的场景 他快速去寻找儿子 终于在阁楼上找到了儿子 他发现儿子被锁链束缚住了 这个时候恶灵也出现了 父亲让儿子先找到自己的身体回归 他自己留下来负责对付这些小怪 最后父子两个人都回到了现实中 小丽给女主拍了一张照片 却发现父亲的手好像有问题 父亲突然伸出手把小丽掐死了 原来父亲已经被附身了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部影片告诉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对手 千万不要被对手的表象所迷惑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